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周线在今天收了一个黑K棒 流长上一线的黑K棒 而这个盘到底还要再跌到哪里呢 特别是国际股市的氛围也带您来做关心 DOTIONS期货盘目前是小涨0.14% 稍微有指纹了 我们来看到那达克目前也是一个小涨的局面 上涨0.15%上涨23点 至于此时此刻目前晚上6点33分 欧洲正在交易 目前的德国股市是下跌了0.24% 也是小跌的 同时英国目前是一个小跌的局面 目前是小涨 小涨3.83点 回到盘面的台指期 虽然今天是礼拜五 但台指期目前带您来关心 上涨了32点 不过提醒您 在今天期货市场空单暴增了超过3000口 所以这个盘到底要跌到哪里 三天已经跌了350点 在这个阶段要请到 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大家好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王荣旭 大家好 请到万保投资总监 蔡明章持续带我们关心 大家好 以及财机系助理教授 朱岳松老师 大家好 以及谢宗玲持续带我们来做关注 大家好 好 我赶快带您来关心的是 我们的卖动现在跟美国 几乎是亦步亦去 美股涨什么我们就涨什么 所以赶快请蔡总带我们来看 现在台股跟美股的关联性 越来越强了 对 要注意的 托制人要注意 联准会即将启动 升息缩表 所以美国股市 涨什么 跌什么 台股跟进 换句话说 资金开始大挪移 这是昨天的科技类股 当然受到这个升息缩表的影响 苹果 特斯拉都跌了 但涨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升息的话 最有利的就金融 你看美国银行涨2% 花旗银行还涨了3% 再过来能源列股 最主要是欧美这一次没有封城 大家还是出门 所以油价意外的照道理应该跌 随着疫情扩大要跌 没了 你看布兰特沿头已经是八字头了 所以你看涨了 艾克森美孚雪活龙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马上套用在台北股 涨金融股 涨能源股 我们来看到 那台股呢 今天马上就印证 你看我们先不讲那个金控 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 看金融股里面 比较小的银行 台中银涨2% 涨了1%多 所以我们也涨了金融股 对 这外 美国涨能源股 我们涨了塑化股 半年没有动的塑化股 今天突然 你看像这个亚聚 还在给它拉到涨停 然后亚聚 台聚 台达化这些股票 全部都跟进 现在美国跌最重的 就是科技类股 台湾一样就电子股 昨天是股王CDKY跌停 那今天股王股后继续跌 不过今天跌停了 变成这个金融跟亚信 这两个跌停 去年涨最多的 对 这两个就是上贵的 这个中小型的电子 而去年他们飙涨的弧度 是整个股市 第一名是金融涨了五倍多 第二名是亚信三倍多 所以一二名今天全部倒地 那我们观众一定要特别 把它解读 昨天跌股王 今天跌涨最多的电子 这代表什么 代表有一些大户法人 还老跑 正在肩码 他都看到美国即将升协 缩表 美国的科技股已经都跌了 连苹果特斯拉都可以跌 那台湾这个凭什么涨 那如果连苹果特斯拉都跌的话 这些投机 这些同班股不是惨了吗 我告诉你 这个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就轮到这些 因为 新一KY 姓华 亚信金融 基本面是很好的 他都因为涨多 开始被提款 那你这些 你说这些其他的 没有基本面的 对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 过去这几个月 做梦喊得越大声的 现在下个礼拜开始 跌下也会越重 比如严女座 低轨卫星 弄做得越大的 对 下个礼拜 那个丙化 越大的 压力就越大 好 我们来看今天晚上 最最重要的讯息 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 美国非农就业人数要出炉 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讯息 对 那当然我们会问说 台股跌跌不朽 或者电子股 这样的一个重挫 是一直下去 还是会反弹 就看这个数据 那这个回龙就会报告 11月份的时候 它不如一起 新增的就业人数 只有20万人 但是还是不会改变 联准会要升息的态度 那今天的预估 12月大概就是40万人 所以观众要注意 假设出来45万 比那个数字更好的话 那惨了 下礼拜一恐怕又要杀下来 但是 所以观众数字是45万 不要太好 不要 就一股事实 但不能太好 太好的话 联准会就很快真的三月给你升息 那这个数字最好是什么 所以就业市场太好 不要太好 今天这个数字最好是20 30万 那讲20 30万的话 或许美国股市今天说不定会反弹 反弹的话下礼拜一台北股市 最近这几天跌的比如说电子什么 或者整个大盘就有反弹的机会 这因为市场越不好 美股又有机会反弹 因为这会让FED升息的脚步趋还 这个盘到底要跌到哪里 我们请昌星从期货的角度来看 因为期货是领先指标 很多人在问3T已经跌了 350点的台股还要跌到哪里 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其实我们比较怕的是 期货跟现货外资同步都是站在卖方 那外资今天期货 空单暴增3500口 对 而且现货卖了100多亿 所以这个是一个讯号 不一定会直接崩下去 可是这是警讯 警讯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那盘中有没有警讯 有 盘中的警讯就是开盘 我一直讲过 开盘的时候 期货已经不能正价差 为什么 表示怎么样 现货太弱 拉不上去 然后开始怎么样 现货领跌 所以大家看到这条蓝色 蓝紫色的线是期货 红K黑K棒是现货 今天一路以来是 现货领跌期货 这是最败的 表示怎么样 根本没有人要买 所以现货一直被砍 砍到砍不下去了 砍起来 刚好今天的相对低点 所以各位要知道 过去期货是领先指标 结果在今天是现货先杀 对 而且是一路杀 而且杀得比期货还来得快 所以如果一看到盘中 期货超跌了 那就不会再跌了 可是今天是现货一直跌 各位有没有看到 现货一直跌 比期货还来得快 所以这个是一个警讯 所以包含下礼拜不能再看到这样 如果现货继续跌 然后期货跟不上 表示怎么样 我卖股票的速度 比你空期货还快 哪得得了 卖股票的速度比空期货还快 是啊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看到正价 不是说正价会涨 不是 表示怎么样 现货太弱 这是第一个警讯 那我们来看到第二个 下一章就看到说 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数字 大家要特别留意 台积电借券卖出的数字 对 昨天晚上借券卖出的数字 是大幅的减少 所以表示说 其实外资在这边 昨天是有在什么 空单减买 可是如果在今天 借券卖出的余额又大增的话 大家知道 今天的台积电外资是卖超的 所以如果台积电卖超 它借券又卖的话 那相对的空方的力量就比较大 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特别留意 看台积电的借券卖出余额 对 如果说又回补了 因为它趋势是回补的嘛 如果又回补 那这边可能会暂时 对 比较暂时回补 对 这是第二个 我们再往下来看 第三个是 我们来看电子股 对 那电子的机器 各位看到这条红色的线是金融 那绿蓝绿色的线是电子 你看把它排排看 这边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我冲出来了 这边已经大幅的冲上去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个术语上叫做乖领 乖领过大 那是不是回头往下 那金融在这边突突突就要往上 所以这两个 刚好会出现乖领 那在今天也出现 刚刚印证刚才蔡总讲的 美国是这样 我们也是这样 所以整个成交量能 各位有没有看到 电子的量能最大 可是跌最多 那金融的量能少 可是它涨在这边 所以我认为 短线的资因避风港 就会跑到金融来做避风港 那这个状况不能够一直延续 如果一直是这样的状况 表示电子一直被提款 那这波是涨电子嘛 那电子又被提款 那表示可能要回撤万八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要关注的东西 第四个要关注的是 融资暴增的股票很危险 对 可是不全然很危险 我跟大家先报告 我跟大家讲 现在其实如果是涨太多 然后又没有赚钱 做梦的 比如说中环 我还记得我们今天说中环 涨 搞不好涨最后一波 我很不希望说要一语成诚 结果真的还是涨最后一波 不一定啦 这波现在是在回档 可是中环开始回了嘛 所以你现在要不要说 中环涨好多 我现在去买 我记得我那时候讲说 中环最后大概百分之二十 所以十二到十四 大概就百分之二十了嘛 所以他现在一回档 那这个没有基本面的 他都出来喊要元宇宙的 你就要小心嘛 那喊元宇宙还有谁 光群雷 这也是没什么贪金的啊 你看 又破线 那融资又什么 买进去之后又吐出来 所以要特别特别留意 那包含索罗门 我们说之前做什么电动索备 结束危险股 对啊 这种是比较危险 但是这边其中有一个 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藏心 这个是有赚钱的 有赚钱的公司 然后大概本益比较十倍左右 我认为这种化工股 特化股 你稍微可以放心一些 可是如果跟元宇宙相关的 涨最后一波的 真的不要当最后一只老鼠 要记得跑 好 我们来投一下票 下周各位认为有没有机会反弹呢 认为有机会反弹的给圈 认为可能还要再往下测支撑的 给擦清聚派 好 我们看到一 二 有三票认为还要往下测支撑 朱老师和昌星认为有机会反弹 我来问一下 荣旭来 荣旭认为要跌到哪里 支撑要先测哪一道关 我认为如果上市大盘的话 要先看这个一万八千点大关 这个地方刚刚好就是月线 那为什么指数呢 跌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还没有办法止跌 还要再往下测到月线 原因是因为中小股已经先跌 导播帮我们换成是贵买指数 OTC指数就可以很清楚 本来跌台积电的时候 资金应该要转回来 先跌的中小型股接棒了 但是中小型股接棒不顺 因为国内又发生了疫情 大家又怕 所以变成中小型股也不敢买了 先跌的也不敢买了 所以变成这个又反手砍出 所以你看今天贵买指数长黑 已经快要接近季线 那我看这一波 尤其这个礼拜 大家应该都会有发现 指数大盘指数虽然创高 但是其实中小型的股票 几乎天天都是跌 从星期一到今天星期五 上市贵的股票 大概都有七八百家 上千家股票都在跌 所以大盘是由个股组成 你光靠台积电是没有办法 天天这样拉上去了 所以既然贵买指数已经破月线 甚至已经快要到季线 那么大盘往月线 一万八千点回撤的可能性非常高 好 那光股护得住吗 周灵带我们来看 昨天光股买超了27 今天有继续买吗 今天资料还没出来 那个要晚一点 但是我必须讲 正常的状况它护盘有用 我说是正常状况 但是现在就不正常 现在是疫情的部分 现在是系统性风险 对 疫情的部分这个谁知道 但是后面一定会上来 我是去讲后面一定会上来 只是短天上不知道搞多久 那如果说你从昨天的 什么盘后面不会上来 永远后面都会上来 但是多久以后的事 我不去这样讲 娟姐 我跟你讲一个观念 互盘 我认为是幌子 他一定认为说这个地方我进来 我后面有钱赚我才会进来 所有人进来股票市场 都是要赚钱的 每年是来互盘的 他一定在赚钱 只是 那今天有没有继续户 我们不知道 但至少昨天有 对 昨天有 昨天买超了27.6亿 买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光股券商互盘买了 台积电 联发客 联电 红海 系列 KY 星星 中美金 茂联 世信 艾普 没有意外了 对 都是全资股 全资股或是大型股 那全国大型股 你用今天来看 他到底有没有互助就知道了 就知道现金一段 到底有没有效吗 没有 也就是今天没有互助 对 今天没有互助 因为大部分都跌 大部分都跌的话 有两支股票 我认为可能比较有问题 为什么 就是台积电跟联电 好 我们现在差不多这些消息 所以我们刚刚知识人告诉我们 在今天持续买超 光股券商昨天买27 再今天买更多了 今天买36亿 对 那这是代表什么 他会继续买 因为每次都这样 代表他钱多 对 他之前卖那么多 他昨天在刚才买 之前拼命的卖 所以他 那连续买 有没有机会在这个地方 买出一个反弹行情 当然我们希望 但是其实跌的 如果说是疫情的话 你疫情稍微和缓一下 你刚才是给插的 我记得 对 我给插 因为这个疫情说真的 这个我没有把握 而且如果说你从今天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觉 台电连电今天都跌对不对 台电连电今天都跌的话 其实这两支照理说 今天不应该跌你知道吗 你意思就是说他昨天买 今天又买 而且今天买了也只为用力 那为什么买不上去呢 表示市场有比他更大的卖样 对 没错 而且台电连电 昨天的费半是涨的 昨天的台电AD跟连电AD 都是涨的 那为什么今天还在跌 也就是说什么 也就是外资基本上是在卖的 那他买的部分 其实外资卖的部位 基本上是比他大的 所以呢 所以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他一开始买 基本上都没有用 但是他会买多久 他会买很久 他不会只买一天 他会买很久 可能买一个月以上 但买一个月以上 基本上疫情的部分 影响一个月也差不多够了吧 甚至月底 基本上要过年 所以他会买一段时间 甚至可能买个半个月左右 但是他可能不见得 有办法对抗外资的卖牙 对 但是后面只要稍微和缓的话 上来他就会干嘛 他就会赚钱 他就会买 后面我们不想管 后面我们想管明天 我们想管下个礼拜 所以如果关股护盘 仍然敌不过市场卖压 还是要小心 对 要稍微小心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所以这些是关股护盘股 那在今天创波段新低的 新低 短波段新低的 要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一定要先处理 这个已经整个头型 处理了 处理了 对 这是可能要剪嘛 或是不停手嘛 处理剪 因为说真的 你看 这个景气一直很好 但是你看那个报告 写到2024年 但是你看这个 这个已经死亡交叉了 是不太对 而且是整个头型出了 整个灌下来 头型基本上也在卖 所以像这种整个现行转弱 因为你要偏多 那刚刚那些不用处理是不是 刚刚那些全资股不用处理 全资股基本上不用处理 不用管他 因为那个政府 因为关股虽然护不住但是 他会一直买 他会一直买 对 他会一直买 那这些要处理 对 这些因为关股不太会买这些 因为这时候都头型的菜 这些都小股票 这东西头型狗上来的 对 这全部都会头型的牌 这头型的牌 如果说头型在处理的话 这个头型说真的 他会慢慢买对不对 他会快快卖 就是他觉得不行 他就快快卖 快快卖的话就像变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说你要再把 他要再把它弄回来的话 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现行就转弱了 然后其他的部分 像现在这个在什么 其实我认为像这几支 下礼拜如果说有反的话 你还可以留意它 我们上阶段是不是讲 哪几支 这些目前还没有破线的 还没有破季线的 合金 创围 这还没有破线 新兴 预创 其实月线破就要稍微减码 但是如果说没减码 但是它季线如果还撑得住 可以再留效观察 对 那季线 我们刚上半段是不是讲了 说这些股票怎么看 那黄金科也还没有破季线 对 还没有破季线 现在唯一最危险的看起来是 对 这一支最危险 那其他像这个 像这个如果说在季线这边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上半段是不是讲说 怎么抢反才对不对 或者说怎么加碼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黑K 不管它怎么整理的 只要出一个红黑棒把它包住 基本上进线稳住的话 就有机会再往上走 所以像这几股票如果说 留效观察看 对 就是这几股票 如果说你手中还有的话 可以留到察看 那要加碼的话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叫星星对不对 他如果跑出一个红黑棒 把这个黑K棒包住 来 我们用K线来教我们一下 如果他跑出一个红黑棒 你看这三根 基本上它有转弱 但是这三根一直黑黑黑对不对 低点破低 高点不过高 它是一个偏入的格局 但偏入的格局要怎么样扭转 你参考这边 有没有 它变成红黑了 红黑开始过这个有没有 像比如说这一根的话 这一根是不是把这个 黑黑棒的高点除掉 也就是它这个部分就是 它的惯性要改变 你要在惯性的部分改变的时候 再去买基本上才有用 不然就是越摊越平而已 好 所以到底要不要摊平呢 我想现在每个投资人都很担心 也来问一下荣絮 哪些股票是安全的 哪些股票是危险的呢 等经线出现死亡交叉 表示还没有跌完啊 没有错 现在尤其是今天的盘 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 不管你业绩好坏 通通都跌 无差别的跌 无差别下山 对 无差别的跌啊 今天你像亚信那种 业绩非常好的公司啊 那长太多 故意去太多啊 去太多啊 有一些其实也没有长很多的 也一样照跌 等一下我再让大家看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应该就是说从这个 技术面上面来检视自己的 这个手中的一个股票 如果你持股比重比较高的 像这种线型的 如果再有其他 刚刚等一下我讲的一些讯息的话 那你应该先做减码 你比如说像这个 像台阳 你看这个五日均线交叉这个季线 那股价在季线以下 五日均线是橘色那条线 对 橘色那条线 黄色是季线 通常五日线往这个季线 死亡交叉的时候 股价又在季线以下 这个压力就非常的大 那股价可能短线会往下面的支撑来回测 倘若下面没有均线 那就是准备破底 那这样的一个股票 如果说营收又减少 那就更麻烦 因为营收创高的都跌了 总之他准备破底了 所以12月营收又减28% 那股价的一个走势又更弱 所以你要了解 技术面不好 营收公布出来 最近要公布12月营收 营收公布出来又不好 就双杀 那股价的走势就比较弱 那像这个 他累的部分这个就是说本益比比较高 今年要亏转盈 所以今年其实蛮有转积的 但是他今年股片 第三代半导体 这个话题很他没有错 但是呢 今年EPS赚2到3块 当这个行情是比较偏多的时候 大家做梦嘛 所以2到3块的EPS 大家还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当股价在跌的时候 大家开始回来看本值 到底赚多少 赚2到3块 本益比来讲的话 本益比就太高了 因为本益比10倍以下的都跌了 那你本益比几十倍的 那就更不用说 不管他转积还是不转积 对 尤其他的这个 本益比太高了 出现死亡交叉的一个情况 好来 新唐 再来的话像新唐也是这样 你看这个短期均线 往季线这个地方 往下来死亡交叉 那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是法人持续有在调节 包括外资投信同步都卖 他不见得每天都卖很多 但是几乎每天卖 那这种走势的 这种股票的一个走势 就会相对比较弱 所以总结三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营收减少 第二个就是本益比过高 第三个就是法人在调节 最后一种就是怎么样 就是利多 每涨 反而股价濒临破底边缘的 这种在传厂股里面最多 你比如说像荣城 像叶辉 像世威航 这些其实最近都有利多 都没去啊 照纸 卫生子不是在这儿涨吗 也没去啊 那没有安全了吗 让你说得很没希望 短线 短线 有安全的 但是这一些冲击量 是短线的一个操作 电子股我认为这一波 中小型电子股先跌会先涨 但是什么时机下个礼拜再看 但是下个礼拜可能有机会 所以这些跟防疫有关的 对 这些跟防疫 跟宅经济有关 宅经济有关的 防疫有关的 对 因为现在的时间的关系 因为现在是元月 紧接着是农历过年 所以你比如说像毛宝 这个本来就是这个季节的旺季 本来就是旺季 营收旺季 所以你看 现在又有欧摩抗疫 过去如果是疫情 通常涨一天就跌下来 这一次不一样 起过六天 对 那像这个是做 这次检测的 检测的 综合抗体检测 这个又不一样 那再来的话 Oh my God Oh my God这一波也非常强 很标 那这个也是宅经济 然后又是寒假 我记得是昌星很早提醒过 对 在前面的标 对 那Oh my God涨上去之后 这个会比价 游戏股嘛 你看大宇 大宇之的这个K线 跟Oh my God很像 那这种股票可以强短吗 我认为短线还有机会 我认为短线都还有机会 因为你看像大宇之前十一个月 去年前十一个月 EPS就已经13.7了 那题材跟Oh my God差不多 股价是它的一半嘛 所以你看Oh my God涨上去 大宇之大概会跟上 就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东森这个去年 导播帮我们放出 东森的K线 因为我们看这个 去年5月6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涨一波 那这一波就是疫情 在爆发的时候 5月去年5月的时候 台湾疫情爆发的时候 所以这次疫情又来 我们希望不要疫情爆发 但是呢 如果真的疫情不幸又升温的话 那么东森就有机会起来 因为东森 这个网购的一个销售状况 就又会更好 那个时候就是涨这样的一个题材 然后因为富邦美 富邦美的股价已经1000多块 但是本益比富邦美已经100倍 但是东森 对啊 东森的本益比 大概是20倍而已 所以如果说讲这个 这个购物网这样的一个题材的话 本益比算是相对便利 而且股价已经整理很久了嘛 低机起嘛 再回来六宫格 我们看最后一档股票 宅配通 宅配通 这不用说了 这个 今天开拨 这店的掌停板 这个就是 也是搭配到最近的一个宅经纪的题材嘛 好 所以 疫情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持续的扩大 但要不要买个保险呢 因为没有人 人算不如天算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会严峻到什么程度 要不要先买防疫股 至少在短线上先买个保险 而防疫股里头包括像检测啦 像游戏啦 像宅机器啦 像宅配通 这种都算防疫股啦 所以要不要买一点这样的股票 来当做买保险呢 请举牌 认为要的请给圈 一 二 三 四 有四票圈 只有朱老师可以插 朱老师为什么 我觉得防疫股的波动太大 阿中部长有打电话告诉你 疫情会不会失控 不是 我是觉得 我情愿去买这些电子股 有基本面跌下来 逢地去接 我对防疫股这个太短线 我没太大兴趣 因为它太短线了 而且看天吃饭 我们来谈谈航运 航运又怎么看呢 油价暴涨 对航运会造成冲击 但是另外一边的利多是 孕价也在涨 你不要说油价在涨 孕价也在涨 所以我到底要怎么看这个族群呢 特别是华航 昨天公布了年终七个月 加薪4%之后股价大涨 但在今天竟然被外籍提款了 华航不只是年终表现不错 不只是加薪 甚至它现在获利还可以 傲视全球航空业 因为航空业都鬼皮 想不到我们的华航 现在获利可以 傲视全球航空业 今天航空还有海运的股票大胜荡 那你看长龙或是华航 尤其航空双雄 在10点左右 急刹 然后又拉上来 对 又可以拉上来 只有这个货运的一个代理中辉航 表现得比较好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华航的年终奖金 透露什么样的一个讯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 真的 以前我们觉得 对华航多年前 大家印象中不怎么样 非安也不好 对 以前 以前很多人都会骂 所以以前到同一个地方 华航的票价一定就比长龙航空便宜 对 股价都比较低 股价也都比较低 但是从疫情的2020年起来 它会不会大翻身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数字最客观 2020年爆发了疫情 结果有赚有单击 有赚有赚有赚 全年度竟然是赚的 大家可以说 你这温戏了 温戏了 第一年 那去年 第二年 2021 算不算 第四季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们估计 第四季可能大赚EPS 1到15元 那前三季是赚0.3 所以全年度可能会赚 70到80亿 有机会成为全球 最赚钱的航空公司 对 这个颠覆我们的想象 全球的这么多的航空公司 几十个 连续两年都赚的 大概滑航是only one 它唯一 其他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业绩 因为11月营收还没有公布 我们先看仲辉航 到目前航运公布了12月营收 只有这一家 创历史新高 包括那个2603的长龙出来 都没有创新高 很接近新高 但也没有 你看12月营收46亿 它去前年的时候 大概只有2 30亿 暴增年增100多% 前年度一片15块 所以中辉航是货运的一个缩影 所以预告了华航的 或者长龙航的货运 应该12月营收会很好 不过年终奖金到底藏什么密码 我们先不要讲这一次6个月 因为它还有 我们先讲以前的 对 因为有第13个月 所以加起来实际是7个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2015年 我们都起那个业绩好的那一年 2015年大赚的EPS一块 就花了差不多4个月 然后这10年来最好的是这一年 2010年 赚了2块3花了6个月 但是我们刚才 这一次又发6个月了 对 发6个月 那有一点暗示 可能第四季会如同市场预估的1.5 那1.5的话前年度就1.8 接近2块 那我们来看 它在发6个月之前 这一波是这样子 我们再看 2015的时候婆婆 然后2016 刚刚阿关指的 从8块暴涨到26块 涨了两三倍这个地方 所以这一次的现行 就再发6个月了 你看这一次的现行 对照那边的2010 是不是有机会 很像喔 而且华航最近又开始在买货机了 对 货机 又开始大卖货机 为什么这一次它成功你知道吗 因为华航那时候订了6架的777F 我们曾经讲过吧 这一台 这个造价要3亿多美金 载了102顿的这个货物 然后因为华航从2020年 就疫情的第一年 就开始交集 那整个6架的话 会在2023年明年全部都交集完毕 所以它的战力升级 加上什么 因为亚洲挥到欧美 重要的转运站在台湾 所以我们那个订单很多 所以华航就是靠了这个 业绩大幅的成长 所以今年 今年的EPS 大部分的人 估到差不多2块到2块半 但是假如按照 现在海域塞住了以后 华航又有这个 这么庞大的货运的机队 有人估到什么 3块起跳 假如3块起跳的话 这个股价就很有这个想象空间 那为什么外资大卖呢 我们都会再来问蔡总 刚刚其实蔡总还谈到了 另外一件事是运驾 因为运驾持续飙高 背后代表的因素 除了货运的需求很强之外 也因为海运塞港太严重了 动不掉 本来要用海运的只好去走空运了 到底现在塞港的情况有多严重 其实全球最大的叫2M 那个英文字母都是M 一个是马斯基 一个是地中海航运 那现在地中海航运 因为收购了很多二手的船舶 所以现在进出业绩超过马斯基了 现在地中海才是No.1 但是它股票没有挂牌 所以其他的货贵轮 就组了两个林门 我跟你对抗 那这个长龙跟中原海控 就是海洋联盟 Ocean 那就是我们的阳明 还有南韩的现代山庄 赫博罗特 是同一个联盟 所以长龙跟阳明分属不同联盟 对 然后你看长龙跟中原海控 因为都是海洋联盟 很奇怪 股价长得像双胞胎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中原海控跟长龙像双胞胎 我先给你看中原海控 中原海控大约在11月跟11月落底 在这边盘盘盘 12月上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高涨震盪 但是还没有突破 你看长龙也一样 10月份的时候落底 这个股票点到八字头 点到这个地方 然后你们也发现 11月份慢慢上来 一样 12月这个月也盘在这个地方 高点是149没有突破 但是也跌不下去 你看跟中原海控的这个现行 完全一样 所以观众假如要看长龙 其实中原海控少一少 大概就知道 那中原海控在今天还没有跌 没有跌 但是 那我回来讲航运股好不好 回来讲航运股要怎么操作 刚刚航空谈到了海运 我要问 航空今天外资大卖 对不对 卖超第一名 我们看一下2610的这个华航 然后下面放这个外资的这个筹码 我觉得外资今天也举其不定 因为看到这个盘不稳 所以整整天我华航有求一些 今天给他投一些 我至少保住 我部位不要爆那么大 这个地方就把它调解 但是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分析 下个礼拜华航出来的货运的营收 很亮眼的时候 他就买回来 所以你看 你假如说今天他卖了 卖超三万多张 照道理是给他业绩不好的话 卖下去 就不会有这个下影线了 这个下影线就是 他的业绩也不晓得谁买 就把它买上去了 所以不用玩了 对 然后我们看2603的长龙 一起同工修药 你看他也是买了三天 也发现不要爆那么多 万一盘下去怎么办 所以他今天卖了一万张 所以今天长龙跟华航的震荡 东通都是外资 那我再换一档股票 给各位加深这种印象 2609的扬明 最近外资最没有买的去卖的 就是这一家 你看卖了这个 但是发现好像卖过头 今天反而把它补了 马上买超 所以变成了这个扬明 也拉了下一线 所以换句话说外资也对这个盘 他不太有信心 举其不定 对 举其不定 他会左手卖长龙 右手卖阳明 那我相信投资人也举其不定 我们先问 航空股可以续报吗 任何可以续报的 请给圈 请举牌 航空股可以续报吗 1 2 3 4 4票圈 中龄给插 中龄为什么 都督你给插 因为如果疫情的部分真的 比较往不好的状况发生的话 其实航空股它基本上 但是它可以走货运 它不用载人 光要载货 它就居然翻了不是吗 但是其实它最大的货运来源 还是一样 它最大的起乱空间 基本上是载人 就是它那段长起来 其实是梦想说 疫情要结束了 然后它准备载人 所以那一段长起来 是因为准备要载人的 所以因为这样 你认为不要续报 不过有4票圈 那海运呢 海运能够续报吗 请举牌 任何可以续报的 通常给我刹12 通常给我圈1234 通常是4票圈1票差 总是会有一个人给他 好来 荣旭 来 荣旭 为什么海运不要报 我认为 因为这一次 Omicron 导致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全球加速去施打疫苗 所以这个疫苗一施打 这个加速施打之后呢 我认为疫情的部分 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短期间没有办法预测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的话 应该是逐渐缓解 那逐渐缓解的情况之下呢 海运还会不会这么塞 这是一个问号 那为什么我航空举圈 这个海运举差 就是在这里 所以容许比较看好空运 不过前上的4票呢 是看好海运的 最近呢 资本市场好像动物园一样 黑天的怎么那么多啊 一会儿是FED 也就是美国联准会呢 鹰派大抬头 升息缩表同步进行 一会儿是国内的疫情 突然间出现了破口 而且欧默口 好像已经突破了 我们的防线 是不是有可能 疫情扩大 本土包括社区 都让我们担心 现在又传出一个坏消息 是全球出现 粮食危机 所以黑天鹅 奈价座价 所以我们来看 中国搜刮屯粮造成的国际粮价 已经飙到了十年新高 粮食危机 现在是我们马上要面对的问题 对 所以我想 其实有在外食的观众朋友 一定都深同感受 这一次的这个粮食 真的长得很夸张 包含我们在外面吃东西的部分 所以今天整个 在这个粮食的危机 根本没有被今天大盘下到 包含台肥 雅聚 台聚 东检等等 这种化工类的 纺织类的 基本上今天都有动 所以说其实我们回到这个 整个粮食部分 我们来看粮食 AO指数 更明显 这是全球的 其实长得蛮多的 这边一路的 创了什么 创了十年新高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来看看 那台湾的数字是怎么样 我们看右边这张图 物价年增率是 一直每个月都在飙涨 那到了12月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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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主技术 把很多东西平均下来 可是一般的民众觉得 哪有那么少 鸡蛋 60块涨到80块 现在真的你买盒装蛋 都是80块 玉米从每公司10块钱涨到 15块6毛钱 对 所以阿官我问你 涨好大 60涨到80 很多人说起20% 起20% 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60涨到80是涨33% 对 是涨33% 对 所以你每个月如果 那10块涨到15块 是涨50% 50% 所以说其实 这个物价是非常惊人 好 那我们回来讲 为什么会造成 这一波全球粮食危机呢 所以说我们就来找那个原因 其实原因被我们找到 有好几个 觀眾你一定要好好听 你别人都听不到 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通膨通膨 不是你随便讲的算嘛 我们一定要找出到底为什么 第一个 中国 中国其实 囤粮 囤粮 为什么要囤粮呢 我给大家几个概念 就是 第一个他们种植的面积 越来越少 可是为什么种植面积 越来越少 大家看这个画面就知道了 因为中国是怎么样 他现在很多的地 根本不种稻子了 因为你知道吗 买盒 干脆什么 拿来第一个我就来 囤放东西 囤放垃圾 所以怎么样 他把地很大拿来囤 所以囤这个结果 他不种稻 也不种什么玉米 拿来囤这个所谓的废弃物 那第二个是说 这个不打紧 再把什么 把囤地的东西再扩大 变成什么 来盖楼 所以农田直接是盖成楼 为什么 因为好迈嘛 我拿来做农作物 根本不划算 盖房子 盖房子比较好赚 一定是这样嘛 所以呢这样的状况 变成什么 中国怎么样 根本什么把地不中 拿来什么 拿来做所谓的开发 因此他怎么样 他开始囤货 对 所以各位看这个 囤粮食 搜刮全球粮食 对 所以他的搜刮是怎么样 一直买一直买 还买到什么 买到大 所以大家看到 中国现在是第一个 是全球粮食囤货的什么 第一个 供给的一个所谓什么 我们的需求它就变大了 好 我们看到中国的粮食库存 已经占全球一半以上 全世界一半的粮食 都堆在中国 对 而且中国还在买 一直买 对 当然会造成粮价上升 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对 那中国之外 美国也有差 美国 大家知道 在台湾没有什么感觉 台湾都是我们去插道插秧 这叫精致农业 对 美国叫粗放农业 什么叫粗放 就只要撒一撒 是不是人撒 不是 什么撒 机器 所以飞机撒 车撒 所以现在变成什么 你说车撒跟它有关系吗 有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电动车 还有车撒都在做粗放农业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台就是 纯电动的拖拉机 那纯电动的拖拉机怎么样 开始做耕作 可是阿官你知道吗 纯电的拖拉机有什么好处 它可以怎么样 无人驾驶 它要什么 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全自动 还可以晚上耕作 还可以往上收成 那问题来了 请问现在出现什么 晶片的缺片荒 有没有人来什么 提供晶片给它 对不起 我提供给特斯拉都不够了 我哪有晶片提供给你电动的拖拉机 那怎么办 所以怎么样 缺什么 缺这种所谓 粗放农业的工具机的销售 所以怎么样 工具机减少 粮食危机减少 所以变成怎么样 粮食危机增加 粮食减少 所以玉米的生产跟农作物减少 价格就飙涨 想不到缺晶片还影响到粮食 对 所以造成粮食危机的第二个凶手 是因为全球金片荒 但我知道 极端气候也是凶手之一 对 所以呢 其实 归根究底 其实农作物就是所谓的供给需求 那大家看到 其实巴西飘雪 巴西竟然会飘雪 巴西是接近次道飘雪 极端气候 极端气候 然后你看欧洲暴雨 对不对 欧洲只能下雨下沉这样 然后我们看到了其实包含欧洲 包含我们看到了中国 中国现在不是还封城吗 还下雨吗 西正州也暴雨 对 正州在去年的年中暴雨 对不对 都是一个极端气候 那那个所谓的西北边就是干旱 那这个是不是都是造成什么 极端气候下 农作物种不出来 所以累积上面三个我们就知道 整体来说呢 极端的气候 从 我刚才还少讲一个 去年的年初是什么 飓风 所以整个全年 大飓风的画面 所以全年度基本上都是什么 都是农作物什么 炸服的什么 产量下减 所以呢 我给大家 我特别做一张图 绿色 蓝绿色的是黄豆 红色的是玉米 你看这个价格 有没有 玉米标高 这是半年度的价格 所以它两个都标上去了 黃豆也标 那这两个标上去之后 通膨来了 你看 原油标 西德州原油是黄色这条线也狂标 对 标上去了 绿色的是美国 中国的PP 这个所谓的 我们说的这个 树化的期货 也是标上去 所以等于是说怎么样 在原物料标涨的过程中 我们从农粮到树化到原油 基本上这个通膨 是一连串的在攻击 好 通膨之下的悬谷方向呢 好 所以我想悬谷方向 今天就帮大家选 就是说包含塑化类的 跟这个所谓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特化类的 我认为是今天比较强势的部分 那举例来说 比如说德渊 常兴 三幅化 都是上个礼拜的标股 但是我觉得涨时重视 跌时重视 当下在下跌的时候 第一点看 本益比相对低的 你看 这三个排起来 本益比相对低 那比如说常兴 去年度大概会赚3块2左右 其实它的本益比又会降低了 第二个 股本它相对大 可是它有殖利率表示怎么样 全年度它有赚钱的 而且它会配发 而且常常稳定 外资也有买 所以这三个来说 我认为常兴 它相对的会比较有优势 那下面三档来说 台数当然太大了嘛 台聚跟雅聚来说 我认为雅聚今天的 发动的力量比较好 所以比方做波动的 可以来选雅聚的部分 好 那船产弱势的 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些已经破仙破价的 该怎么办呢 对 这些刚才 龙旭有的也有提到 我认为有一个重点 你不要被两条线压着打嘛 对不对 你被一条压着打就算 你两条都压着打 就这 龙城 两条线压着打 今天又破位的 这个一定要处理 康普两条线 对 业惠两条线 这一条线 所以这个还好 共同一条线还好 这也是两条线 光芯也是两条线 国产也两条线 被两条线 既线和月线压着打的 反弹 如果有反弹 你现在处理不下去 反弹碰到这个 比较近的那条线 你一定要处理 一定要减码 我认为相对比较安全 好 我们再来谈谈 在科技产业 现在有两大巨头要插拼 你看我们之前都在讲什么 电动车大家在唯有谁 唯有特斯 唯有一定唯有你龙头 现在 这些产品一定是唯有苹果 这绝对跑不掉 那最死对头 当然就是从系统的 Google来看起 所以你看这次CES的 Google很厉害 一口气推了将近20个 软硬体的 这个新的平台系统 好 那其中 我们就讲几个比较特别的 第一个我们看到 所谓的快速配对 大家看到画面里面 以前Google的商品被人家 最诟病的就是 譬如说我用蓝牙耳机好了 好 我用我的手机接蓝牙耳机 可是我现在要把我的蓝牙耳机 接到我的笔电 我必须先把我的手机的部分 先把蓝牙解除 然后我才可以去连 现在ban 我原本我的蓝牙耳机 接我的手机 我现在只要把我的蓝牙耳机 靠近我的笔电 它就自己跳过去了 而且不是喔 只要你所有的Android系统 通通都可以这样子快速连接 所以你看到这个多方便 再来快靠近分享指的是说 我以前要传输档案 我从手机要跟笔电传输 我们通常就是要买连一条线 要买就上长云端 再从笔电下载 现在ban 直接手机靠近笔电 我直接档案就传过去了 这真的很厉害 再来智慧手表 苹果智慧手表 大家最喜欢的就是 我可以拿来解锁 解我的手机 解我的笔电 甚至可以当做车钥匙 现在Google系列的智慧手表 跟你说我也通通要做这些 甚至我们现在是很流行 用手机打通讯软体电话 比如说我讲LINE电话好了 可是如果今天你要把它切到笔电 继续讲 以前你一定要先挂断 再重打 先不要 你用LINE讲手机 只要你的手机靠近笔电 直接切到你的笔电 你继续讲你的LINE 更厉害的是 我的笔电不用事先 先爱做LINE的这个APP 我就可以直接切过去了 这很厉害 这么厉害 所以这要告诉你 Google的生态系 就是直指以前 苹果大家最喜欢的生态系 那不止这样子 另外一个唯有苹果的 当然就是Intel 在硬体的部分 我们知道这两年 苹果开始自己做自己的晶片 所以我不再用Intel 苹果为什么有这么能力 因为他有一个大将 Jeff这个人 就是当初从Intel挖过来的 可是这个Jeff 现在又要回Intel去了 不管是他被Intel挖回去 还是他自己要回去 都告诉你他要走了 这个Jeff在苹果整整八年 也就是说帮苹果他现在的M1 即将退的M2 或是未来M3 都是他一手从无道有建立的 因为他在你带来到苹果之前 在Intel的时候 就是负责Intel的晶片的 他本来就是Intel晶片的大将 所以到了苹果之后 当然把他发展这个部分 可是他现在要走 他想为什么你做好好的 你要走 M1很成功 结论大家得到一个结论什么 苹果太小气了 你看到他2021年去年全年营收3600多亿美金 净利大概1000亿美金 结果库克自己拿了将近1亿美金 结果居然说我分红 员工只能分8到15万美金 而且还分4年龄 贪一千月美金 结果给员工这么小气 甚至M1已经一周年了 结果他给M1部门的员工什么东西 一件印有M1的T-shirt 只给T-shirt 你说谁待得下去 要是我 我一定要走 好 那不只这样子 Intel不是把他的大将挖回去而已 大家都知道 吉辛格是去年年中 去年12月中的时候 来拜访我们的台积电 之前把台积电骂得这个样子 现在我有需求了 我还是要来拜托你台积电 所以你看到吉辛格跟之前前天鹅总裁 史旺最大差别深短很短 所以我跟你既是一敌一友 需要你帮忙也是需要你 所以你看我们的台积电 当然苹果也需要他 你看到M1晶片谁做的台积电 Google也需要他 通通都需要台积电 Intel也需要他 好 可是现在苹果最重要的 不是他现在即将发表的M2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他明年 可能要推的M3晶片 因为原本的M2在这个JAP走之前 大概都已经OK了 可是明年的M3可不可以成功 这才是关键 因为你看到M3现在告诉你 他准备要用台积电最新的3奈米制程 可是大家知道台积电的3奈米制程 其实还没有量产嘛 还是在一个测试阶段 所以明年苹果的M3能不能成功 是关键中的关键 好 当然关键就像老师所说的 台积电3奈米能不能顺利量产 但我回来讲平概股 平概股哪些是强的哪些是危险的 好 这一波其实最强的这个平概股 其实就是台积电嘛 因为它做晶片嘛 但是呢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大部分的一个表现都不是很好 只有一个就是Mini LED Mini LED 对 因为今年来讲的话 Mini LED渗透率就会扩大 因为除了这个苹果要做之外 包括三星也要做 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少数 大跌还能够连续红K棒 今天还能够展的 还能够创波段高点的 这些通通都跟Mini LED有关系 像这个副彩就过去的晶电嘛 那这个做了Mini LED之后 哇 华力转升 去年可能赚3块 今年有机会赚到4到5块 比如股价你看 哇 这个去年没有涨到 今年就补涨了 所以副彩 台表科 双红 这些都是在技术面上 明显是强势的 没有错 而且 平概股有一些基期非常低 但本益比也很低了 这些副价也似乎没有再跌了 你比如说像瑞宜或者是真底 这些其实都有帮 苹果做Mini LED相关的产品 但是你看到EPS非常高 今天我们估12到13块的瑞宜 股价今天收盘在100多块 那本益比低 股价去年又没有涨到 他比较不用怕 像真底也是这样 今年估10到11块 股价今天收101点 你先把本益比低 败